推特发表新评论Print反反送中香港特朗普中国中国外交部遗憾。 称特朗普公然干涉香港内政作者夏荣发表时间02年7月20日。 19更改时间2019年2月7日,发表时间13点17分香港部分是。 威者7月1日冲入立法会会场路透社法新社北京消息,中国遗憾地说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香港抗议活动发表言论是公然干涉。 周一,珍。 对香港示威者闯入立法会,特朗普表示,他们是在追求民主。 中。 国外交发言人耿闯今天,7月2日,则在例行记者会上说,北京敦促。 美国绝对香港抗议活动发言论是公然干涉。 美国绝心言行,停止干预香港内政。 据法新社报道,特朗普认为。 香港示威者是在追求民主,并表示可惜的是,有些政府不想要。 民主,这番对北京的措辞略显强硬。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则督促个。 方克指,避免采取暴力行动。 报道称,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一表示,第一, 是北京政府的抗议者侵入香港立法会几个小时,这是在追求民主。 特朗普表示对香港情况感到非常悲伤后对白宫的记者说,我 认为大多数人都希望民主,但不幸的是,一些政府不希望民主。 今天周二,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则严正表示说,我们对美国对中。 国内政的公然干涉感到遗憾和强烈反对。 他还说,我们再次告诫。 有关国家谨言慎刑,不得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内部事务,不得以任何。 刑事为暴力违法分子撑腰壮胆,不要发出任何误导信号,不要做出任。 和错误举动。 法新社指出,这场席卷香港三个亲戚的危机已经来到。 一个新的高峰,7月1日是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的纪念日。 星。 七一晚上,数十名对新北京政府持怀疑态度的抗议者,戴着口罩急黄。 色安全帽,与警方对治数小时后闯进立法会。 在周一到周二的晚上。 防暴警察终于控制了当地议会,在星期二黎明前的新闻发布会上,打。 录不受欢迎激态度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谴责抗议者以非常暴力的方。 市入侵立法会。 法新社续称,谈道死医令人吃惊和震撼的事件。 林郑月娥表示她希望社会尽快恢复正常 与此同时 欧盟也呼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